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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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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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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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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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他推的距离很短 但是各有好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 还有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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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要塞炮 在山上有个要塞 它可以看到这个海峡 它那个炮也是好长好长 炮管 那么还有什么炮呢 那么像军舰上面的炮 那都是属于加农炮类 它炮管非常的长 它它射准的时候啊 它射准的时候啊 这个炮弹飞得好远好远 比如说那个以前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你们还不晓得在哪里 美国第七舰队啊 第七舰队啊 协防台湾嘛 它的旗舰啊 在基隆港外 基隆港他进不去 基隆港进不去 在基隆港外 停在那里 它如果在旗舰上面射一门炮弹啊 这个炮弹可以从 那个地方一直飞到台北的新装啊 打得这么远啊 这是加农炮 那么 短 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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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很短的 像这个 破击炮 有没有看过破击炮 破击炮就摆在地上 对不对 放进去它就打出去 那个就打得很近啊 它有三炮 啊 三炮就是啊 以前都是挂在驴子身上 啊 牵着驴子跑 它专门打冷枪 冷炮啊 啊 它走到敌人的后面 趁你不注意啊 啊 它把枪 炮 翻下来 然后对你发一炮 它赶快跑 为什么 它不跑 它就会被机枪消灭啊 啊 因为它有火光出来嘛 啊 啊 人家就知道你在那哪里 那激光 所有激光枪都对你扫射 啊 所以它这个专门打了就跑的 啊 那种要 这个 炮 针很短 那么 这就是用在这里 一炮身长 我要作用的时间长 所以呢 它动量的改变就大 啊 啊 它本来子弹在里头不动 后来跑到这个 呃 枪口的时候 子弹变得速度很大嘛 啊 那么 这个就是 呃 一种常用的 啊 啊 第二种状况呢 啊 啊 第二种状况就是 动量改变 等于常数 啊 啊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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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啊 若 我们就看 这个不见得能积分 不见得能积分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总量呢 是等于 动量的改变 那么这个很重要 最像啊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 经常要用到 我们首先看 这个量啊 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啊 它是这个积分 我们把这个积分 我们现在先当做 我们当做这个方向是固定的 固定的 那么只有大小再改变好了 因为它这种的时间很短嘛 它这个力的方向啊 不至于改变 我们假设说 这个固定 方向固定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这个曲线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F net Net force 比如说 比如说你是一段这样的一个曲线 V跟时间是这么样的一段曲线 那么这个积分呢 就是从这个曲线下方 T1到T2 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这块的面积 这块面积 这个面积就是I 就是I 你记得这就是面积哦 这个面积也就是等于动量的载变 动量的载变 那现在我们来看 各位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我拿了一个玻璃杯 在这么高的地方 手一松 手指头一松 它就往下掉 掉到这个水泥地上 你说这个玻璃杯会怎么样 粉碎了 对不对 就碎掉了嘛 如果我这个地面呢 不是水泥的 而是厚厚的一层棉被 同样 我举这么高 同样的高度 让玻璃杯掉下去 它是掉在棉被的表面上 这个玻璃杯会不会破啊 不会破啊 那为什么 同样的高度 你看同样的高度 自由落体到地面的速度都一样 对不对 就是说起初的M温都一样 MV温都一样 我们假定MV2都是零好了 我们假定都是零好了 那么这个改变是一样的啊 改变是一样的啊 那为什么一个破一个不破呢 那就是如果是水泥地的话 它冲力作用的时间很短很短 如果是棉被的话呢 它作用的力量就很长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画出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们假定 这个是玻璃杯 这个是玻璃杯 刚刚掉的 这个地面的时候 那么如果是水泥地呢 它的 曲线是这样子 T1到T2 这就是最后它整个碎片都静止了 就说整个都静止了 那么这个面积就是什么 就是它动量的改变 动量的改变 这是水泥地 如果是棉被的话呢 我们丢下去啊 动量的改变是一样 但是它T1在这里的时候啊 它T2比这个长 对不对 我这个还是画得太短 应该这个轴啊 再过去一点 它就是这一条 我用另外一条线来画 T2'在这里 可是啊 这个面积 要等于黄颜色的这一块面积 因为动量一样 动量一样 这个面积也是动量 这两个面积都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曲线的最高点 一定比这个曲线的最高点 要来得低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茶杯 在碰撞的过程里面 它最大的力 这个力不一样大啊 刚刚碰到还没有力了 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到最大 然后呢 再慢慢减少 这是maxima 那么这个是 底下垫棉被的时候啊 它的最大的力 如果这个玻璃杯 它可以承受 这么大的力 最大的力啊 是这么大 可以承受这么大的一个 冲力 那么你在棉被上 你这个最大冲力还没有这个大 所以它不会破啊 那么你在水泥地上的话呢 那你这个冲力啊 远超过它能承受的最大冲力 所以这个玻璃杯就破掉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是利用时间 来化解冲力的大小 当然我们用这个不是看玻璃杯了 我们讲这个原理不是看玻璃杯 而是我们在运动上面啊 常常会用到 我举个例子 打篮你们都打过篮球嘛 对不对 有没有打过篮球 人传球给你的时候 你就把它接住 如果你是普通的同学 我丢个球给你 你就可以一下子把它抓到 但是如果一个篮球的国手 传一个球给你啊 你不敢去接哦 你看他们打球 那个球啊 会响 有风的 你去一抱的话 一接这个球啊 你的手指头往往就会 被扭到了 而且会听到声音咔嚓一声 我们常常叫这个 要吃萝卜干 不小心就吃萝卜干 要总个两三个礼拜 那为什么那个国手 那么厉害 他好强的球传过来 一下子就 很清脆的声音 不是吃萝卜干的声音啊 很清脆的声音 就把它接住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 他就 不会吃萝卜干呢 原因就是 他不是像你这个 笨笨的这么一句接他 他是顺这个事 球过来 他顺这个事 后退一下 你知道吗 后退一下 但是你这个后退不能太早退啊 要球差不多接触到你的时候啊 你再顺着这个十字退 你时间增长十倍的话 他这个力量就减少十倍 他接得很稳 以前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喜欢看篮球啊 那个球好远传过来 那个人没接到 我能跑就跑啊 不能跑的话就拿这个 那个肩膀或者手背去碰到 绝对不敢用手接 那个力道太强了 还有你们有没有丢过棒球啊 丢来丢去啊 你丢我 我接 我丢你接啊 那这也是很平常的 我也有过这个经验 在上体育课啊 两个同学 一人一只手套 拿了一个棒球呢 就在那里丢来丢去 都接得很好 有一次 我丢一个球给他 我丢歪了 他没接好 就滚得好远 正好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啊 从那里经过 他是学校的校队 仅仅是校队而已啊 他接紧那个球啊 就往我这边丢过来 我还以为就是 跟那个同学丢的一样啊 一接 整个手麻掉了 整个手麻掉了 就是我接的时候啊 很很结实啊 这个球打到我这个时间 很短很短 震得我这个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力道就很强 对不对 震得我手都麻掉了 可是你看那些职业选手 你看杨基队在比赛啊 老远接到球 就往一垒 丢 对不对 一垒手不能跑掉啊 不能说你这球太强了 他不接 他伸了手就把他接得稳稳的 为什么他就可以接啊 他一天不晓得接多少次啊 我接一次就麻掉了 他接十次 照我的话老早送到医院去 急救去了 那他的手为什么没有问题啊 难道他的手背真的是美国 美国制造的 不是 就是他接的时候不像我们 球来了 就接到 不是 他接到这个球啊 他顺着这个球的事啊 往后退一下 往后稍微退一下 时间增加好多好多倍 那这个球呢 力道就减轻 OK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很重要 就是这样 我一定要说明 你们才会知道 就是用时间来化解 充力 这方面啊 在运动上 你看到外国人 用得很好 我们中国人用得更好 中国人用在哪里呢 用在这个功夫 武术上面 用在武术 你看外国人这个 以前看西部武侠 那他打架 都是一拳过去 那个人也不会躲 一拳就打 打到地上去了 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子啊 中国人 你看他 他会闪 会躲 对不对 你学过拳术 你就知道 不管你学是外家功夫 还是那一家功夫 外家功夫 比如说像少林拳 他是这个硬邦邦的 力道很强 那个师父在教你的时候 就告诉你 要由阳变阴 由阴变阳 不是叫你男变女 女变男 他是说 你打架的时候 比如说 你面对的敌人 是这个姿势 这叫羊 他一拳打过来呢 你不要像这个西部武侠 就让他打到 你打到他 拳快要打到的时候啊 你腿侧一下 就变成阴 这样侧的变阴 全就从你这个旁边滑过去 没打到你 这个时间呢 本来是几个 mini second 或者是micro second 突然变成无穷大 所以这个力道打不到你 伤不到你 你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要有技巧 就是说 你上了我的课 你就会武术 你要练习了 人家打你的时候啊 不能太快躲 太快躲 他就另外一手出拳打你 你要蹭他的拳 他以为快要打到你了 全身的力量都冲上来 靠近你的身上 还有一个mini second 的时候 你猜快速的躲 这个时候他抽不回去了 他就冲到前面去了 你手轻轻一拨啊 四两拨千斤啊 他就摔得好远好远 这是外加 外加功夫的师父 一天到晚提醒你 阳变阴阴阴阳 那你要学内加功夫呢 像太极拳就是内加功夫 太极拳的师父 一天到晚叫你要注意啊 你要像车轮一样啊 像车轮 有时候你听不懂啊 你好久好久才能够听懂 车轮是什么会转的 对不对 如果人家打你这边啊 你就这么转 打你这边这么转 散过去了嘛 对不对 打你这边你就这样子转 就散掉了 这跟阴阴阳阳阳阴是同一个味道嘛 所以如果你学过 上过我这一堂课 你再去学武术的话 你的领受速度会比别人要快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图 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例子 很重要 这个图很重要 以后我们在这个应用上面 也是常常在用的 那么这个是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现在 看一个例子 一个计算的例子 我们讲的有一个物体 它的质量呢 是1.0公斤 1公斤 那么它有一个初速度 初速度是 每秒 10公尺 那它现在受力 受十牛吨之力 受十牛吨的力 为你五秒以后 它的速度为何 用这个简单的符号来表示 好 那你现在怎么 怎么 做这个呢 我们当然是 看这个是力 力 它已经告诉你 十牛吨 那就是一个常数了 一个常数了 好 力作用一段时间 这个叫做 充量 充量等于 动量的改变 你现在要求这个 五秒后的速度 就是求V了 那我们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定力 乘上 delta T 要等于 MV2 减掉 MV1 那么 这个是多少呢 就是说 如果F是 没关系 我们就用这样 好 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值带进来 值带进来 那么 F 就是十牛吨 乘上 五秒 要等于 一公斤 我们把一公斤 提出来 V 减掉 V0 那你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 得到这个 V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V 等于多少呢 六十 六十个 Meter per second 它的方向 我们就 我们假定 它就是超 它是同一个方向 F是正的 它也是正的 就是朝同一个方向 如果你要用这个 向量来做 也可以 这个都改成向量 向量来做 我们假定这个 朝X方向的 X方向 那么 这个 起初也是朝X方向 这个也是X方向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时候的V呢 V 它就是朝 V我们先不要写 我们不要写方向 我们就写 V 减掉 10I 这个要 要写出来 你就可以求出 V是等于 我们I写在前面 这是 Meter 如果 如果力的方向相反 如果力的方向相反 等于 FuI 十个牛顿 必等于十个牛顿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写成 负 10I 乘上5 要等于 1.0 V 减掉 1.0I 那你可以算出来 这个时候I 这个时候的 V等于多少呢 V V 就等于 负的 四十 个 Meter per second 它方向是相反 这是很简单一个例子 那么你们在书上面呢 好好的去看一下立题 我没有时间做太多立题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谈到 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 我们看指点 动量守恒 如果我这里有一个值点 值量是M 它现在受了好多个力 所以F1 F2 F3 F4 F1 F2 F3 F4 这个是 它的外力 好 那我们就 带入这个 牛敦 牛敦第二定律 我们带入这个 NAT 等于 SIGMA F External 要等于 D MV OVER DT 我们假定它 起初有一个速度 有一个速度 朝这边 这是V 牛敦第二定律 好 那么 我们说 假如 这个External Force 的合力 等于零 就是它的Net Force 等于零 的话 等于零 那么 那么 这个就等于零 对不对 则 D MV OVER DT 就等于零 好 如果这个量的时间 一次导函数等于零 那就表示MV要等于定值了 所以 这个值点的动量 等于MV 就等于定值 就是说 如果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等于零 MV保持一定 如果它的质量 又是定值的话 那速度就保持一定了 原来 静止的就是静止 原来有一个速度 有一个值的 它的速度就 维持这个 大小 这个方向 一直前进 那么这不就是 牛敦第一定律吗 对不对 值点 受的外力 等于零 的话 那么原来 静止的 就保持静止 原来在运动的 那就是 一到原来的运动方向 原来的速度大小 继续前进 这个就是 指点的动量守恒 守恒定律 你一定要记住 它的条件 和这个条件 才有这个定律啊 像指点的守恒 它的条件是这个 它的外力的合力 要等于零 OK 那我问各位 基建能守恒的条件是什么 基建能守恒的条件是什么 你条件一定要记住 就是非保守力做的功要等于零 对不对 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 那么这个 指点的 或者这个系统的 它的这个 基建能守恒 那记住条件哦 你这个条件不合的话 不能随便乱用 你要用一个定律 你一定要把条件拿出来看 你说因为有这个条件 才有这个定律 才能够应用这个定律 这个是指点的动量守恒 但是啊 我们很少碰到一个指点 我随便拿一个粉笔头来说 这个粉笔头就不是一个指点 因为一个指点是什么呢 只有位置 而没有 没有体积 不占空间 它占这么大一个空间 它不是一个指点 那么它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成 它是好多好多好多的指点 所组成的 如果这好多个指点呢 像组成这个粉笔头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 形状就是固定 这个叫做钢体 rigid body 我们把它写成 这个叫钢体 如果是一个系统里面 好像有这个气体分子在那里跑 气体分子都是跑来跑去的 每一个都有它自由的活动 的空间 那么这个系统呢 也是好多好多个指点构成 但是这个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 它就不是钢体 它就不是钢体 它可以随机变化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就 不一定要讲钢体 我们假设有一群这个 一群指点 我们介绍 我们介绍有一群指点 它的动量守恒 我们把这个当做一个系统 一群指点系统的动量守恒 好我们现在看这里 我们把这个 我画的这个圈圈里面 包含好多好多指点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以外的 就算是这个系统的环境 好这里头 这里头假定有好多个指点 我不要画太多 我只要画 三个来表示就好 好这个是M1 它的速度 在某一瞬间是V1 这个是M2 某一瞬间是V2 这个是M3 某一瞬间的 瞬时速度是V3 那么它还有好多别的点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就说 在某一瞬间 把这些指点的动量 的向量把它加起来 我们称为这一瞬间 这一个系统的总动量 我们列 Total 总动量 是等于 P1 P1 加P2 加P3 加P3 那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MV1 加MV2 加MV3 向量 这叫做 总动量 总动量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因为它 在动 指点通通在动 那么 如果这些指点受力的话 它的力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就是环境给它的力 就属于这个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力 我们称为它的外力 另外一个呢 是同一个系统里面 比如说你只有三个指点 那第二个指点跟第三个指点 会有力给第一个指点啊 对不对 第一个指点来看呢 同样是外力 但是因为这两个是同一个系统里的 我们就把这个力啊 称为是这个指点 受系统内的力 好 那么它受力了 我们力多少先不管 反正它就是受力了 那这个 每一个指点都受力 因此每一个指点的动量呢 就会改变 它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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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PTOTAL也在变 随着时间改变 好 都是时间的函数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对 时间来做 微分 我们把这个 TOTAL DPTOTAL 我们写这个好 这个比较简单 它就等于 DP1 over DT 再加上 DP2 over DT 再加上 DP3 对于 over DT 这个是 我们看到它的 对时间的微分 第一个指点 动量的改变 跟什么有关呢 我们刚刚 写过指点的动量守恒呢 跟这个指点的动量 时间变化率 跟这个指点受的net force有关 对不对 net force有关 好 我们就写 这个是 第一个指点的net force net force 包含 我刚刚说 包含 外力跟内力 系统以外的力 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力 跟 系统内 其他的指点 给它的力 好 那这个 同样的道理啊 它可以等于 第二个指点 我说的net force 好 这是第三个指点 the net force 可以变成这个 好 现在我们就把net force 把它分成 外力跟内力 这两部分 OK 好 我们就写 好 这个是 F1 external force 所有的外力 所有的外力 所有的物体 给这个 第一个物体的外力 再加上 第一个物体 以外的 同一个系统里头的指点 不是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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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internal就是 除了第一个指点以外 其他的指点 给它的力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我们可以写成 F2 net 加上 F2 internal 加上 我就写这么多就好了 不是net 是external 我现在呢 再把每一项的external 写在一起 F1 F1 external 分成两部 那这个是什么 物体一 指点一 受外力的合力 第二个就是 指点二 受外力的合力 那全加起来就是什么 这个系统 整个系统 受外力 作用的合力 所以这个我们又可以写成 Sigma F 第i个物体 等于1 2 3 4 5 6 这样加起来 external 再加上 里头的力 internal 就是这一下 我们发现 所有所有指点 所受的外力 加起来 要等于零 这个要等于零 为什么等于零呢 因为 你说 比如说 你这一次有物体 指点二给你的内力 下一次我们算 指点二的时候 也有指点一 给它的内力 对不对 指点二给指点一的内力 跟指点一给指点二的力 我就说它力 以此作用的力 那么我们可以称为是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就消掉了 就消掉了 那么 每一个指点 每一个指点 都有力给它 然后 每一个指点 也都有力给 给第二个 那么 因为这里头都有 作用力 反作用力 所以总和是零 那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就写成 Sigma Fi Externum 好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就是这个系头 所受的外力 现在我们得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我把它重写一遍 这个系统 所受的外力的合力 要等于 这个系统 动量的 时间变化率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那么 在这个式子里面 如果 External Force 等于零 的话 那么 Ptotal 就 Ptotal 要等于 定值 Ptotal 是什么 P1 加P2 这个要等于 定值 等于定值 Ptotal Ptotal 等于 这个 这个 就叫做 有多个指点的系统 它的动量守恒 OK 这就是多个系统的动量守恒 那这个就可以用在一般的物体了 比如说我这个粉笔 它如果受的外力等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粉笔 比如说它原来会有一种运动的模式 比如说我丢出去而干什么 那它的这个 总动量 要等于定值 但是它每一个指点呢 在变哦 每一个指点 比如说我丢出去它连转带 移动 每一个指点都在跑啊 可是呢 它的总动量保持不变 总动量保持不变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先 先讲一下 这个 当然我们会证明哈 它等于这个 这个系统的总质量 乘上 这个系统的 Center 它 执行的 速度 执行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 当成 所有所有的质量 是集中在 执行 而执行 以这个速度 在运动 这个要等于定值 这个等于定值 我们将来会介绍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就好 这叫做 就是我们刚刚讲 一群指点 系统的 动量守恒 它只跟外力有关 要特别注意 动量守恒的条件 仅仅仅跟外力有关 外力的合力等于零 那么 这个系统 或者是 指点 它的动量 就保持定值 外力 但是我们 讲 机械能守恒的时候 是 什么等于零 我们说 非保守力等于零 但是这个 非保守力呢 是包括 所有的内力 跟所有的外力 属于 非保守的力 它的总和 它的功的总和 OK 它包括内力 包括内力 内力做的功 但是 非保 这个是功能定律里面的 机械能守恒定律 但是 动量守恒 它仅仅是 External Force 等于零 那么 它就 有动量 保持定值的 这个 结果 好 那我们 以后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 或者这个式子 我们通常 把它 分作 三个互相垂直的坐标 比如说我们介绍过 迪卡尔坐标 那么一个物体 受的合力 我们可以分成 三个分量 那么它的 总动量呢 我们也可以分成 三个分量 那么我们就 说这个 这个是三个分量 这也是三个分量 两个 向量 相等的时候 对应的分量 只要相等 所以我们一般应用的时候 那么这个式子呢 通常就分成 三个式子来用 比如说 Sigma Fx 等于0 好 我们就有 D Px over Dt 等于0 这个是指 Total Momentum 这个系统 所有值点 X分量 动量的总和 如果 Sigma Fy 等于0 那我们就有 DPy over Dt 等于0 如果是 Sigma Fz 等于0 的话 那我们就有 DPz over Dt 要等于0 这一个式子 就相当于 这三个式子 OK 那有时候啊 我们这三个式子里面啊 这个等于0 Sigma F等于0 这两个不等于0 那么 这两个 动量的分量啊 它的 它的这个 实际变化率不是0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我再多写一个 那么 Px 就是等于Sigma Px 这是Total啦 我们写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这么写了 或者我们把这个写 写成这样子 但是我们一直就在这个地方写 写这两个定义 Sigma Px Sigma Py Sigma Pz 好 那么 这就表示 它 X方向的动量 要等于定习 这个 Sigma Py 要等于定习 就是Sigma Pz 要等于定习 如果这个等于0 这两个不是0 那么没有这两个 可是有这个 OK 就是会有那个 所以我们用分量来做 比较方便 好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应用 我们把这个 动量 手痕应用在 碰撞问题 我们应用 碰撞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 碰撞的问题 这是两个物体 好 运动以后 这样子 互相接触 就是碰撞 互相接触 还有速度 那就是碰撞 那么碰撞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 不止两个 就是说它的极端有两个 一个是叫做完全 非弹性不转 一个叫做完全弹性不转 我们先看 完全非弹性不转 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原先有两个物体 两个物体各有各的速度 各有各的质量 然后撞在一起以后啊 两个物体连接成为一个物体 当然只有一个 当然只有一个速度 以同样的速度在跑 这个就叫做完全弹性碰撞 你们自己写一下 两个物体 我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是M1 它的速度是V1 那么它跟这个M2的物体啊 速度是V2啊 产生碰撞 碰撞完了以后呢 这两个物体连在一起 如果也是这个方向去 同样一个方向行进 那么这就是一维的碰撞 一度空间的碰撞 如果一碰撞以后 散开了 这就是二维的碰撞 但是它总是同一个速度在跑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整个系统 以同一个速度在跑 那么这个就是 完全弹性碰撞 完全弹性碰撞 到处都可以看到 到处都可以看到 我们比如说啊 像以前啊 我在念成大的时候啊 都骑脚踏车 不像你们现在 也那么享福 有摩托车可以骑啊 都骑一个破脚踏车 也不敢骑新的 因为常常丢车子啊 好 你如果看到一个同学骑车子 你说等一下 我搭个便车 那么它不会停下来 让你骑上来再走 那招个手 你就过来嘛 那你 它还是照骑哦 那你就在跟着 它的车子跑 然后 都跳上去 一起走 如果你成功的话 这就是 完全弹性碰撞 完全非弹性碰撞 那么这个是 很常见的 它定义就是 这么简单 OK 好 另外一种呢 叫做完全弹性碰撞 完全弹性碰撞的定义 你们也要写一下哈 碰撞 碰撞以前 系统的 总动能 等于碰撞以后 系统的总动能 就是这么简单哈 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图啊 如果这个是M1V1I initial的意思哈 I是initial的意思 M2V2I 这是碰撞前 碰撞后呢 质量不变 但是它的速度改变了 速度改变了 这个是前 碰撞前 这个是碰撞后 它的特点 完全弹性碰撞的特点 就是碰撞前 系统的总动能 总动能 相等 维持定值 那我问各位啊 你可不可以称为 完全弹性碰撞 就是这个系统的 动能 手痕 可不可以这么说 你看它 碰撞前的动能 跟碰撞后一样嘛 这是不是手痕呢 是不是手痕呢 可不可以换一句话说 碰撞前的 就是说 在碰撞当中 如果做的是完全弹性碰撞 那么这个物体的动量 手痕 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啊 因为 这个就是钱哦 这个时候啊 这个呢 是后 这个是钱 这是后啊 它还有两个碰撞 在一起的时候啊 两个碰撞 在一起的话 你看起初是这样子 后来呢 比较扁了 那后来呢 更扁 然后呢 又开始 膨胀起来 然后又开始 最后两个球分开 分开啊 起初是分开 分转了 然后压缩紧了 变形了 变形了 变形 这个又再变回来 我问你 从这里到这里 有什么能量存在 有胃能存在 对不对 因为它就好像什么 弹簧被压缩一样 弹簧被压缩 不是有胃能的除肠吗 对不对 所以 在碰撞 进行的当中 它动能 会减少 动能 不是保持定值 动能会减少 胃能增加 然后呢 那前半期是 动能减少 胃能增加 后半期是 胃能减少 胃能增加 所以它不能说是 动能 手痕 不能这么说 那么 这是两个定义 那一般呢 我们的碰撞啊 完全 它也不是完全弹性碰撞 就是说碰撞以后啊 它不是 两个结合成为一体 而是碰撞以后 还是 还是有两个物体 但是 它碰撞前的动能 不等于碰撞后的动能 那这个时候呢 它 当然不是属于 完全非弹性碰撞 但是 它也不是 完全的弹性碰撞 那么 它就是介于这两个 之间 那么 完全弹性碰撞呢 是 碰撞前 碰撞后 动能都没有损失 但是 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一种 动能就会有损失 动能就会有损失 OK 那么 那么这是介于 它就是 并不是完全弹性碰撞 它的动能啊 不是保持定值 好 现在我们 讲这个 我们举例了 现在我们举例 我们首先看这个 完全非弹性碰撞 我们举这个例子 假定 我们有两个物体 两个物体 M1 它的速度是V1 我们先看一维的 一维的碰撞 然后呢 第二个物体 质量是M2 度度是V2 这是碰撞以前 碰撞以后 以同样的速度在跑 如果 M1知道 M2知道 V1知道 V2知道 那么这个V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我们先看一维的运动 一维的运动 那么就是 它们方向都一致 都是X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 你就先这么写 你现在可不可以 马上就写成 什么 M1V1加M2V2 等于M1加M2 乘上V呢 可不可以这样子啊 不能这么写 不能这么写 提出只告诉你 什么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提出是两个物体 对不对 两种速度 后来变成一个物体 变成两个 合成一个物体 以同一速度在跑 就是这样而已啊 它便没有告诉你说 碰撞前 动量是什么 碰撞后的动量是什么 它没有讲啊 那现在我们就说 你用什么样的定律 来列势子 用什么定律来列势子 那我们说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 可不可以用 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是什么 它的External Force 要等于零 那么我们不要把这两个 想成是在重力场 它就是 没有在重力场 但是有这个速度 这个时候M1跟M2 彼此的万有引力 我们妈妈糊糊不算 万有引力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那么 因为我们地球太大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 地球吸引我们 会有一个重力 你两个胖子 站在一起 几十字鸽 一个迷你迷从这么远 你会不会觉得 它吸引我 我吸引它 你感觉不出来啊 这很小 万有引力也不算 那这个时候 这两个物体 只有在什么时候受力啊 碰撞的时候嘛 对不对 撞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第一个物体 给第二个物体力 第二个物体 回进第一个物体的力 这是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 这两个力 属于什么力啊 internal force internal force 所以它不受外力 我们说 因为 二物体 二物体 不受外力 仅在碰撞的时候受力 那我们简单的写 就是说 它的 external force 等于零 external force 等于零 external force 等于零 那么它的动量 就 手横了 所以 它的动量 现在一个系统 有两个指点呢 这就是动量 手横 OK 你不能 不能这么写 不能因为动量 手横 所以我们就可以 列这个式子 不可以这么写 我说过 你要 用 一个手横定律的时候 一定要 把条件写出来 对不对 符合这个条件 才可以用啊 你不能 没有这个条件 你就 再用 所以 我们说 动量手横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写 M1 V1 加上 M2 V2 V2 要 等于 M1 加M1 这是 喷转前的动量 喷转后的动量 OK 你不能说 动量手横 你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你要写 这个条件呢 要条件 要写出来 你要确定它 不受外力 继续受内力 OK 那么 我们再看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 因为这个都已知嘛 你就可以取V嘛 V就等于M1 V1 加M2 V2 overM1 加M2 你就可以把这个 算出来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在 它现在是动量 手横 这就是动量手横 有这个以后 你写这个 你就写动量手横 所以 V1 加M2 等于定值 也就是说 极动量手横 好 我们看在 这个碰撞的过程里面 它动能 的改变怎么样 它会不会是 像 完全弹性碰撞一样 动能 碰撞前后要相等 那我们就看这个 碰撞前的动能 总动能 EK EK Initial 碰撞前 它就是 二分之一 M1 啊 沉上 V1的平方 加二分之一 M2 V2的平方 等于这个 好 那么 碰撞以后的 碰撞以后的 这个动能呢 碰撞以后的动能 我们就要写 这个 我们写 这个 碰撞以后的 就变成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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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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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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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就是V 为E维速度 我们E维的比较 比较简单 就是同样 就是X方向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EkInitial 这个就没有啦 它就等于1 2分之1 M1 V1 0方啊 那么 这个也是I V1I 那么Final EkFinal 这个是0 没有啦 所以它就是 2倍的 M1 加M2 神尚M1 平方 V1I的平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把这个写成 M1 加M2 分之M1 然后 2分之1 M1 V 1I 平方 就是Ek I 就是EkI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动能的 啊 动能 咳 后来的动能 好 好 让 使出的动能 EkF 比上EkI 那就等于 M1 M1 加M2 小于1 那就是 碰撞后的动能呢 要比碰撞以前的变少了 動能有损失 损失到哪里去啦 损失到哪里去啦 動能为什么会有损失啊 動量是一样喔 動量是一样喔 那为什么动能会损失呢 因为 这个物体一起 它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会有互相推擠的力 那么这个物体 就会变形 啊 那么这个时候会 里头的指点之间 会有摩擦力 摩擦力做工就变成热能 它有一部分的能量啊 就变成了热能 或者变成它的内能 啊 因此它 动能就有所损失 OK 你记得啊 在完全非弹性碰撞之中 碰撞前跟碰撞后 要动量守恒 但是动能不守恒喔 动能不守恒 OK 动能有所损失 好 我们再看一个很出名的立体 我们看一个叫做冲击板 叫做冲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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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很大的一根木材 很大很大的一根木材 它用两个带子把它悬掉 这个要长 在天花板上面 这个物体的质量是大M 它可以摆动它 假设它起初不动 在这里 那现在呢 我们用一把枪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枪子弹 有出口的速度 每一个兵器都要告诉你 子弹的出口速度是多少 你怎么知道子弹出口的速度啊 你怎么知道啊 这个装置就是来测定 子弹出口的速度 假如这个 它的速度是V 小V 那么这个速度呢 这个质量呢 这个弹头的质量是小M 小M 然后它打到这个木把的时候啊 它很烫 然后它又旋转 因为它有来浮现 会旋转 旋转的话就是使这个子弹的方向啊 不变 不会打出去以后子弹翻来翻去 不会啊 就这么 一直射过去 然后它就钻到这个木头的里头啊 钻得很快啊 一刹那 比我眨眼睛还要快 然后它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这个木柏就开始运动 因为这个木柏不能够随便动啊 它只能够摆动 所以呢 它就摆到这个方位以后 升高一个H的高度以后啊 就停止了啊 它的线就在这里 好 这个时候 这个子弹在里头 子弹在里头 那整个这个 虚线的框框呢 它就是 大M 这是大M 的质量加小M 这个质量 我们现在要问 当你把这个H高 撤出来以后啊 要你求子弹的飞行速度 欸 M Capital M H 若已知 求子弹的速度 我们水平设计 好 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子求呢 什么求啊 你说欸 简单啊 它的动能 二分之一mv平方啊 打进去以后呢 全部最后变成 未能上升啊 就等于小M加大M 乘上GH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用这个 你不要超哈 这个是不对的 可不可以用这个 不可以 我上次告诉你 我上次告诉你 根本就不能用这样的式子啊 它有没有定律是这样的 有没有定律 没有 这个是用什么定律得的结果啊 以前我们那个例子啊 是用功能定律得的结果 对不对 好 这个式子可不可以用功能定律呢 可不可以用这个 基建能守恒啊 或者是功能定律啊 或者是功能定律啊 可不可以啊 功能定律里面有 用功能定律 都算他的非保守力所做的功 那边才是什么 才是动能加未能 减掉动能加未能 我们要求的是V 那就是右边那里有一项不知道 右边有一项不知道 那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才能解 那现在这个有什么力啊 有什么力啊 我们画出来看看 在这里的时候 它是M加小MG 然后 有张力T 这T应该画在这里吧 因为它碰撞的时候 它来不及跑来就已经碰撞完毕了 所以还是在这里 还是画在这里比较好 还有什么力 这是外力 内力有什么力 子弹不是炫进去吗 对不对 有没有摩擦力 摩擦力会不会做工 当然会做工了 你知不知道摩擦力多大呀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但你这一项就解不出来啊 这一项解不出来 你怎么可以解除V呢 解不出来啊 解不出来啊 通常 像这一类的问题 在碰撞里面哈 它有摩擦力做的工 摩擦力 因为摩擦力你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它的工呢 你也不知道是多少 因此 这里不知道 你要求后面 那个V啊 那个H啊 都不能求了 所以不能用功能定律 不能用功能定律 在碰撞的过程里面 不可以用功能定律 但是碰撞完了以后 子弹已经进去了 那这个 它提出有速度 获得一个速度 那这个速度 因为时间太短 V乘T几乎是零 它还没有动呢 但是它 等一等总归会动啊 对不对 时间越来越长 它摆上去 碰撞完以后 木摆 从镜子开始摆上去以后 这段过程里面 可以用功能定律 因为这段过程呢 仅仅只有 只受重力 跟张力而已 没有摩擦力 OK 因为这个 我们有点时间 就先讲这个了 还没有解完 哈 因为 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因为我讲话很慢 讲课也不会讲 不能太快 讲太快有一个不好 大家都听不懂 都听不懂 那就白上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讲 所以我讲明远慢一点 但是这一学期因为 要统一考试啊 里面礼拜 30号 礼拜五晚上 要考试 考试题目呢 是统一出 统一考 我们不参与哈 完全是助教在 在打分数 欸 那么 因为 进度 都是一定的进度啊 我们一定要赶上这个进度 所以呢 呃 我想我们 这个礼拜五啊 再加两堂课 哈 我给你们讲一些例题 因为有很有很漂亮的例题啊 我们 没有时间讲啊 啊 那么 等于说 两堂演习课了 哈 给你们加两堂演习课 那时候你加这两堂演习课 我们没有终点费的 白上的 哈 所以你们不要 不要这个这个 有这么好机会不要都不来哈 哈 你来这里听 会比你看影 看录影 要好得多哈 哈 哈 那么等一等 赶快来把题目拿回去 复习 下个礼拜五 晚上哈 哈 七点钟 到九点半 要考试 教室另外定 哈 那么 考试因为是统一出题啊 我们不参与这个评分啊 所以 这跟老师对你们的印象哈 没有太大的 影响 哈 我们 最后就是有一些平时分数 那个 都占得很少了 哈 当你这个 你在及格边缘的时候 平时分数对你有一些帮助 那你差太远 平时分数都没有用 哈 所以你们 呃 要来 自己要努力哈 哈 因为你 用功努力 得到的益处是你们啊 跟我有什么好处呢 跟我没好处啊 哈 好处 得到好处是你们自己 好我们去下课 你们去拿 奇题